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权更迭下的小老百姓有多少无奈呢 来看他是赖信仰老先生 这是他高龄94岁的时候 带着杨基平重回西伯利亚的现场 回忆年轻岁月的人间烈狱 真是不堪回首 那是1944年他19岁的时候 当时二战末期他到高雄受训后 隔年从基隆跟着日本部队 一路辗转从上海 南京 徐州 沈阳 再越过亚绿江到北韩平壤 最后落脚在靠近海参威的北韩原山港 在日本海军航空基地当维修工 但同年八月 这个地方就被苏联军打下来了 日军投降 赖信仰变成俘虏 当时包含他在内总共有九名台籍日本兵 跟着日军战俘都被带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劳改的日子他必须造铁路挖煤矿 就算是大雪纷飞 依然只穿着破棉袄工作 战俘们就这样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下 度过每一天 赖信仰也曾经因为感冒生龙疮跟脚伤两次住院 每当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他总是坚信 有一天我会回家 1948年 劳改营的日子已经熬了三年多 苏联答应日本释放俘虏 赖信仰被送到西伯利亚最南端的港口 搭船回到日本武贺港 但日本不是我的家 他几经努力终于从下关搭上盐船 回到嘉义布袋港 但是台湾已经变成国民党执政 赖信仰名义上是日本兵 加上台湾也已经爆发二十八事件 他被关起来了 真没想到一个只想回家的年轻人 在战火颠沛流离下千辛万苦的回到台湾 等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所幸半个月后 1949年元月他获释了这次真的 回到新竹关系的家与父母团聚 一家人相拥而弃 他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 在俄罗斯、东京、尼斯、芝加哥等电影节 赌下大奖 也为台湾留下珍贵的历史见证 海打赛 洗了妹 青山碧水 綠樹成蔭 年前這幅前進靈魅的風景 在94歲的賴欣揚老先生回憶裡 卻是不同光景 因為這裡曾經是他的煉獄 1945年他在蘇聯蘇城生活 但不是旅客 而是俘虜 身份是台籍日本兵 被蘇聯軍帶回西伯利亞勞改 一向商舞 pozorn 一向他們美嘅 還說屁股 沒有做什麼 我們明天明日 越來越穿越 在山口 現在今天我們來看 看起來是在商店 後來店去商店 又去商店 再進行商店 對啦 來 來 跟著賴新陽的記憶 重回蘇城勞改營 這處礦區1918年設立 2018年廢紙 曾是賴新陽的工作場所之一 當年戰俘一體格 分為甲乙丙釘四種 每個月檢查一次 向賴新陽升牆體狀屬於甲等 負責挖礦挖鐵路 一等的人發木 並等到農場種糧食 而體弱的丁等 則且送回日本 住院期間 反而是賴新陽在勞改歲月中 最悠閒的時光 他一出院 就被帶到農場工作 因為不工作就沒飯吃 從心裡 要比一大一 飽燥 從房間上打開 可以飽燥 給我 不然我 要把火雕燒 我可以把火雕燒 我可以看見 你把火雕燒 你把火雕燒 你可以請你把火雕燒 你把火雕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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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火雕燒 我把火雕燒 然後這邊休息的同時 有東西就抓來吃 在勞改營的同時 因為在森林裡面 有野菇 然後有種一屬屬 然後有可以吃的那種樹根跟樹皮 然後這些東西 都是能夠藏起來的 你能吃的我也能吃 他就是求生能力蠻強的 他本來就是很堅強的人 第一個個性強 體能又年輕也行 戰爭沒有死了 來這邊勞改無所謂 總會有一天他認為 我還有可能回台灣 在勞改營一呆就是三年多 每一天都彷彿死神在身邊 但賴新娘堅守信念 終於等來回鄉的曙光 終於來 我一直在來 我都在爲 我都在爲 在爲什麽 在講的 我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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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什麽 爲什麽 我爲什麽 三年前 三年前 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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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亞之旅 除了重遊舊地 也要探望從前的戰友 敬戰友 敬歷史 也敬過去的自己 更要敬所有在戰爭中喪命的人們 只不過賴信陽生長在務農家庭 怎麼會變成戰俘送到勞蓋營呢 那是誰叫人 誰叫籤 你為什麼要籤 大家要籤 大家要籤一定要籤 大家要籤所以你不得不去 一定要籤 1925年日治時期 賴信陽出生在新竹關西的農家 8歲時進入關西供學校就讀 14歲加入青年軍 1944年 19歲的賴信陽拿到冰單 正式入伍 先坐火車到高雄左營 受訓六個月 隔年節訓後 再從基隆搭船到上海 兩個月後 搭火車經過北京平壤 最後抵達北朝鮮圓山港 這裡當時是日本重要的海軍航空基地 賴信陽擔任機場維修工 負責幫飛機掛彈藥清洗槍械 1945年8月8號 蘇聯軍向日本發動攻擊 一路攻進遠山港 同月14號 日軍投降腳線 成為蘇聯軍的俘虜 出亂的當軍是走路 都是走路 走路 走路 身上有帶什麼嗎 都沒有 沒有 一天一天一彈 就被一彈的藥物 包在藥物 沒有 每個人都坐到一兩三 會藥 會藥 怕藥 還有藥物 再藥物 做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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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還要到那邊藥物 偷糧食 偷米 和馬達 什麼 馬達子那些 就偷 我們們就媽一大一堂 你從這裡走到三天 在主論當中 晚上幾點 給你們休息 睡覺有沒有 什麼事 到晚上就 差不多 三一會 他們有水 一路上有人累死餓死 不服從的被殺死 好不容易到了新南港 蘇聯軍告訴戰俘 船要開向日本 大家開心上船 沒想到卻是航向海聲威 最後他們在那獲得卡港下船 吃了碗稀飯 接著不分昼夜連走三天 抵達目的地蘇晨 戰俘們卻是航向海聲威 開始在勞改營的日子 直到1948年才落續被送回日本 但出發前 賴欣陽卻差點因為是台灣人 而無法上船 他說你是台灣人你要回台灣嗎 不要回去留在這邊 我再安排讓你回去 他已經去那邊快要四年了 怕了 你能夠回日本 反正我也是做日本兵啊 有這個機會逃都來不及了 所以說講一講講 我跟著他們一起回日本武賀港 1948年底 也就是民國37年底 我父親從西伯利亞回到日本武賀港 在南下到佐世堡港 後面坐著岩船回到台灣布袋港 考慮他當過日本兵 是不是會有其他種種考慮 後來又被國民政府三個人綁起來 坐著火車北上一直到台北 現在這個地方裡面 在這邊拘留 他在這邊待了將近有半個多月了以後呢 三個人各自有他地方性的管理的行事人員 把他帶回他的家鄉去 相隔五年 賴欣陽終於與家人團聚 後來他成家立業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封存有關勞改的記憶 直到台北教育大學通事中心教授楊孟哲的出現 才讓賴欣陽打開這段乘風往事 其實楊孟哲原本是在枯葉島收集未安復故事 但因緣機會下聽到一位在惡日本人 無意間提到的一句話 他就跟我講說他在勞改的時候 在西伯利亞的時候有遇過台灣人 哇 這這麼一句話 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台灣人在西伯利亞勞改 在台灣的學界從來也沒有一本論文 有關在做研究 甚至於出土像類似像西伯利亞的台灣的老兵人 沒有 當時我認為就是 哇 這好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要給我一個任務的感覺 從此以後就回到台灣開始來尋找 經過調查 當時共有九名台積日本兵被送往西伯利亞 教授找了五年 才終於在2015年底 找到當時尚在人世的客家老兵賴欣陽 由於兩人都會說日語 所以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之交 阿公 你當時當兵有錢嘛 都沒有花 那錢有沒有被蘇聯拿走 你會不會這樣跟他一起去 他跟他一起去 他兄 他兄 你錢啦 這個狀態很難 你這樣算有錢人的啊 有 你這樣又沒辦法吧 就沒辦法 好 阿公 你這些錢後來拿去哪裡 下班 你先過啦 插屁股啊 後面阿加班被帶到西伯利亞 你因為你不會再去西伯利亞 你不會再去西伯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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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沒啟程 那新娘就先生了一場大病 住進加護病房 一度病危 幸好最後靠著驚人毅力 沉下來 背著氧氣筒 戴上氧氣罩 坐在輪椅上 那新娘在家人的陪同下 終於抵達西伯利亞 回顧勞改歷史 楊木哲團隊也把整個過程 拍成紀錄片 透過賴信仰的口述歷史 還原台籍日本兵 在西伯利亞的勞改悲歌 也填補台灣式的缺塊 這部紀錄片 但在國際影展中 奪下多項講座 在二戰的歷史洪流中 賴信仰只是其中一位小人物 完成西伯利亞之行後 2020年賴信仰與世長辭 享受96歲 但台灣日本兵 在西伯利亞的故事不會消逝 賴信仰他用血汗和信念 讓後人看見台灣人 在艱困中的應景精神 在不同的外來政權下 自己的身份也變得扭曲 這是二戰時代橫跨 台日中俄的戰火流浪故事 而現代的年輕人呢 許多人選擇 在世界舞台扮演 積極利他的角色 要看的是三帖 現在健康意識抬頭 大家越來越重視運動 台灣許多運動賽事 包括游泳自行車 跑步的三帖或是馬拉松等 一路上都可以看到 穿著特殊服裝的醫護鐵人 當選手發生抽筋、熱衰竭、溺衰等意外狀況 他們就會伸出援手為對方緩解症狀 堪稱是賽道上的必備風景 醫護鐵人組織是擁有EMT緊急救護技術員證照 與豐富參賽經驗的運動愛好者所組成的 組織成員900多人 像是這位已經當檢察官30年的張隱敏 他在一次三帖比賽 因為腿部抽筋 痛得想放棄比賽 但醫護鐵人的主動協助 舒緩了疼痛 受到幫助後 張隱敏不僅重回賽道 還奪下冠軍 感動與感謝之情不言可遇 於是他跨領域學習醫護知識 投身組織成為助人的一員 而這位是護理師董黑山 他把運動興趣跟專業做結合 希望能夠在比賽中幫助選手 事實上這種醫護鐵人的工作並不容易 除了要隨機應變助人之外 自己也必須在現實內玩賽 他們是補強運動安全網的陪跑者 創辦人陳彥良用醫療服務創建出 運動界的社會企業 至今走過八個年頭 支援海內外超過五百場賽事 陪伴選手為自己 也為參賽者圓夢 他們要一邊參賽 還要一邊助人 還要玩賽 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們卻都熱在其中了 加入醫護給人的好處 就是在運動的過程中 還能夠幫助別人 這種成就感 不是一般運動能夠取代的 我自己要求的不是一個成績 而是說 我希望能夠在賽道上 是每一位選手都能夠安全完賽 3 2 3 4 圍著一圈跟著拍子動作 大家整齊畫一的暖身 兩輛結隊步伐穩健 每週一次夜跑團正式開始 有30年檢察官經歷的張一銘 早已過了知命之年 他一邊以法律打擊犯罪 一邊用醫護知識保護運動選手 我個人是覺得不容易 因為隔行如隔山 真的 醫護緊急救護這一方面 真的是很專業 要去學的東西非常的多 而且CPR AED 雖然每個人都要會 但是還是要花一些精神的 最困難的就是判斷 因為其實醫護緊急救護 最重要的是時機 那時機必須對於這個病患 他的症狀必須做正確的判斷 不然你會越幫越忙 跳脫原本的專業投身新領域 讓他毅然決然加入醫護鐵人組織 這個契機起源於一場三鐵比賽 大概是在110年的時候 我參加梅花湖三鐵 那跑到一半的時候 我的抽筋了 根本跑不動 這時候旁邊有一個醫護鐵人 他主動來問我怎麼了 他請我先靠在樹上 然後幫我把腳抬高 壓到我的臀部 因為我是大腿前側抽筋 那症狀就舒緩了很多 三鐵是由三種運動 包含游泳單車跑步結合而成 張一銘在比賽過程抽筋受傷 原本興起放棄的念頭 因為醫護鐵人主動協助 短短十幾分鐘 讓他重新站回賽道上 那一次的比賽 我竟然得了分林組的第一名 那當然是很開心 那很開心我就想到 別人幫助我我這麼開心 我也要去幫助別人 為了延續這份感動 他花費許多時間與精神 考取證照 致力成為提供醫療服務的志願者 運動對我來講是休閒活動 我也沒有想要得名 所以能夠有這個機會 可以邊運動邊幫助別人 其實我還是滿開心的 是樂在其中 我大概拉了四五個朋友 進來我們醫護鐵人 當然就是告訴他們 加入醫護鐵人的好處 好處就是你不僅就是在運動的過程中 還能夠幫助別人 這種成就感不是一般運動能夠取代的 那他們看我好像也是做得很開心 所以他們也就願意加入 比賽名次不再是追求的目標 助人為樂的成就感 讓張以敏心裡更加富足 另一名組織成員 也因為運動有了興起發 先生先生先生 你聽得到嗎 你聽得到嗎 原本就具備護理專業的董佩山 將運動興趣與職業結合在一塊 但醫護鐵人的工作可沒那麼容易 隨時隨地都在眼觀六路二聽八方 有可能是因為我很愛講話 所以我喜歡在賽道上跟人家互動 那原本上我們在跑的同時 我會看我的前後這樣子 對 那我們也會專心聽聽看 有沒有人在呼叫我們 那你如果覺得他步態不是很穩 或是說他已經在走路了 他已經在步兵了 那我們就會就是說 我可能就會加快我的速度 我就會跑過去問他還好嗎 或是說在監遊看 看他比較慢一點 我會陪他聊一下天 慢慢走我就放開 我就變成說好 我陪你一起走 我觀察一下 如果覺得沒有問題 我就說OK好 那你自己加油 那我繼續往前 堪思簡單的一份關心 背後其實有做好 完全準備的魄力 因為我能夠希望說 我除了自救以外 我能夠在水裡面 能夠當助別人 那腳踏車的話 你面臨的已經不是說 就是跑步跑一跑 人家就說我腳扭到或什麼 而是他可能會因為是摔車 那一些 突發的一些外傷狀況 這些東西 所以每一個的 每一項單項單項拆開來 它的就是處理方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等於說比體能賽 除了你自己的 因為體能比 就已經很好體力了 那你相對的 你更要專注在 你的賽道上的 任何一個選手的 一些的狀況這樣子 面對不同運動 帶來的突發意外 醫護鐵人必須隨機應變 短時間提供正確救護機制 還得有扛得住 限時完賽的體能 如果是自己的賽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已經變成說 我自己要求的不是一個成績 而是說我希望能夠在賽道上 是每一位選手都能夠安全玩賽 那當然會覺得說也有時間的壓力 所以相對的就是 我對我自己平常我的訓練 我就會特別的要求 也不是說特別訓練要求 就是說 我會讓自己的速度能夠夠快 能夠讓我有充裕的時間 在賽道上 我可以把多的時間 留給選手們這樣子 就是說 我在時間內玩賽 但是我也能夠幫助到別人 是這個樣子 隨著運動風潮 越來越興盛 醫護鐵人成為賽場的必備風景 幫助處理選手在途中 熱衰竭 急性痙攣 溺水外傷等意外狀況 是補牆運動安全網的陪跑者 組織創辦人陳彥良 用醫療服務創建出運動界的社會企業 這面牆就是我個人的白鐵牆 就是一白長鐵三項的牆 目前上面掛了97面的獎牌 97面的獎牌 然後今年的10月19 將會迎來第100面的獎牌 那他小小鐵人三項獎牌 掛滿整面牆 陳彥良的輝煌戰績 已經勾達近100場 我14屆那時候只有錢 我喜不喜歡並重要 我那時候就是為了錢在工作 但是我不開心 真正改變我的人生 反正是鐵人三項之後 原因是因為其實在那之前 其實我都是一個後段班學生 然後我總是被很重要的一個至親 講說我都是個半途而廢的人 那其實我明明就不是啊 可是我卻一直活在這個陰影之中 那一直到完成人生的第一場 鐵人三項的時候 我的兩行青淚掉下來 然後證明我自己不是半途而廢的 如今陳彥良靠培養運動習慣走出人生低谷 八年多前成立醫護鐵人組織 也從他人的反饋汲取到了快樂 在醫護鐵人他最主要的宗旨就是 希望可以帶領的大家健康的運動 他推廣健康的運動安全文化 然後呢所有的醫護鐵人們 其實他們都必須具備兩大條件 第一大條件就是我剛才提到 台灣請期醫療救護法的到院前的 法定救護人員 醫師 護理師跟EMT 那第二個就是他們具備有相關 他們想支援哪一場賽事 只要有那場賽事的晚賽之 類似賽事的晚賽之力就好了 比方說他有馬拉松有支援3K 然後他就 他有晚賽過參加一下就可以支援3K 那如果是全馬 哇他就可以支援全馬以下半馬 3K 4K這些賽事 雖然醫護鐵人只提供 非侵入性的救護服務 像是初步評估 抽筋舒緩等異常排除 但組織仍要服從三大紀律 醫護鐵人的三大紀律 有第一點規定就是 無論如何一定要完賽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得獎上台 第三個要尊重所謂的 任務賽事的贊助規定 醫護鐵人同時也是選手 會平均分配在賽道上 但參加比賽不畏得獎 而是讓每個人都能有安全保障 尤其護送傷患到醫院 是賽事的醫療單位責任 因此他們沒有理由不能完賽 一旦違規第一次將被禁賽半年 第二次則永久除名 你不是只有在說 你有在action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是會被你感染的 其實現在加入醫護鐵的許多夥伴 其實反而是都被醫護鐵人協助過 創立至今成員已經累積900多人 陳彥良認為人數不在於多 而在於今 這些志同道合熱衷運動的夥伴 創造出截然不同的價值 甚至將這份助人精神 擴散到海外 他們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們要一邊參賽 還要一邊助人 還要玩賽 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們卻都熱在其中 我們從第一年 我們可能只有支援在40場賽事 到第二年我們支援到50場 第三年一直到去年 我們支援到115場海內外 因為你會發現在過程之中的話 就會越來越多人知道你的 那你自己往前走就有路 醫護鐵人提供免費工藝醫療服務 他們一人救人 用自身所能成就不一樣的自己 今年我們會達到120場海內外的 馬拉松田三項自行車賽的支援 好 這第一大目標 那第二大目標的話 是今年我們想要從這個月開始 我們希望可以連續一路到年底 我們可以有長達9場的CPI AED 運動房屋獎做零收費的 一連串活動將醫護鐵人三大信念 真誠 利他共好 系得更加牢固 縱使公益之路難行 但能維持安全的運動環境 這份善意他們不會缺席 有能力幫助他人是快樂的 像是桃園爐竹這一間不到十名員工的小酒廠 用台灣最在地的地瓜酿酒出國比賽 六年來橫掃世界烈酒大獎 並且拿下30面獎牌 重點是他們採用的地瓜是格外品 也就是大小重量外觀不符合市場規格被淘汰 但其實品質根本沒問題的地瓜 釀酒師邏輯能解釋 選格外品一方面能幫助農友提升地瓜的附加價值 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成本 尤其主要是希望用本土原料釀出台灣在地純酒 於是將大量滯銷的農產品投入釀酒實驗 就這樣嘗試了近百種水果跟植物 2024年團隊研發的第一支統城白蘭蒂 奪下舊金山烈酒大賽金牌 特別的是這是疫情期間 利用桃園拉拉山水蜜桃格外品釀造俗成 刺激品搖身成為九屆的台灣之光 世上這位釀酒師原本是機械廠二代 接班應該是他最順遂的人生規劃 但是父母發生車禍重傷 讓他決定圓自己多年的釀酒夢 經過五年努力 2019年第一支研發成功的地瓜酒 首度站上國際舞台拿下銀牌 本來以為事業即將起飛 卻遇上疫情鎖國 酒賣不出去 甚至連員工薪水都付不出來 一夕間跌入谷底 那麼他如何咬緊牙關 用最台的地瓜滋味 亮出最烈的台灣之光呢 一起來看 這個就比較不行了 這個還可以 我們還是不會流通到市場上 把它消掉 其實我們留到好的部分就可以了 我們算過一年地瓜的食用量 一年大概將近是80噸到100噸之前 對 所以一週也就差不多 每一個禮拜大概耗掉 將近1000公斤的地瓜吧 一代代大小不一其貌不扬的地瓜 是被市場淘汰的格外品 卻有人看見它的加工價值 讓刺激品變成黃金 它是釀酒師羅己能 在桃園爐竹經營一間不到10人 卻生產出名洋國際的地瓜酒酒廠 取名叫橫氣 發音就是台語寒急 將混著沙土的台農57號地瓜 倒進自動清洗機 轉眼間一顆顆混圓的地瓜 就被洗得津津亮亮 切除適當的大小去除重鑄面 放進蒸爐 經過兩小時高溫熟透 再倒進浴瓣機 加入取粉進行攪拌 這是製作地瓜酒最重要的步驟之一 我覺得大部分的製酒步驟 都原理是相同的 不外乎就是 澱粉類的把它糖化 然後在精油糖化出來糖分 然後發酵 發酵成為二氧化碳跟酒精 其實蒸爐麻煩的時候 你要把取粉都拌均勻 地瓜來講它本身年性蠻強的 而且就跟馬鈴薯尼一樣 你看像我們這些都蒸透蒸熟的 這些地瓜其實都有腦汁 它只是外觀沒那麼漂亮 這些你看這些其實 其實把皮剝料拿去外賣都還蠻有價錢的 對 為什麼不好好好利用它呢 當我們去產地認識這些小農之後 一開始也沒有想要完全用隔外品鉛開始 然後看到它放在旁邊那些可能比較不漂亮的 小農還不見得會想賣我們 不見得願意賣我們 然後我說你這具東西很漂亮 要不要賣我好了 然後那個都不好的 比較不好的 他說拿去市場沒人要的 那我們想說那你這個賣我就好 我看到明明就很新鮮也很漂亮 我可以接受啊 那我拿這個來釀酒 46歲的羅吉呢 為了發揚本土地瓜 無視自通學習至酒 用隔外品亮出金牌滋味 我從2019年開始送比賽 一直持續到今年的2024年 在這前年後 我應該送了六七十支產品去比賽 我也得到30面獎牌 成為烈酒得獎機之前 在學生時期 卻是個讓爸爸傷透腦筋的叛逆少年 高中讀了快五年 然後大學也是去到 然後我就每天在教室裡面玩撲克牌 嘟嘟被退學了 退學就去當兵了 後來當完兵 爸爸就把我送去日本了 應該是2004年到2005年吧 那時候就在算我爸朋友那邊做事嘛 常常有些應酬場合 他就帶我去吃飯嘛 在有一次有韓國人的場合裡面 他就拿地 我也不知道那什麼酒 就拿一支酒出來喝 然後喝了問他之後 才知道是地瓜酒 當下我就對 這酒我平常不怎麼喝酒的人 我覺得這個酒蠻香的 然後口感也蠻適當的 所以我覺得這地瓜酒好喝 那時候就知道說 原來地瓜可以做酒 然後甚至有個想法是 台灣怎麼沒有地瓜酒 這樣子的概念 和地瓜酒的初次相遇 在滴酒不沾的邏輯能心中 埋下釀酒種子 但家中早有穩當的買賣生意 身為獨子 儘管有夢想追 回家接班 仍是他不得不的人生階段 我家以前是做鐵材買賣跟加工的 後來再轉型到做機械買賣這一塊 大部分是做中古機械 爸爸還是希望我到一個時間之後還是回來 然後差不多在日本前後將近快四年 然後就回來台灣 我這輩子看過最多的書 機器維修說明書 我真的說明書看了不少 機器修得得心應手 工廠裡的日子也過得平平順順 直到父母發生了那場重大意外 才改變他人生的軌跡 決定跳進地瓜酒藍海 就是一路爸媽給我很好的生活 所以那一次爸媽發生了車禍 媽媽住進家庫病房 住了滿長一段時間 你就開始發覺到說 其實家庭是很脆弱的 什麼東西能夠延續下去 好像人是無法維持永遠的 因為我一直在賣別人的設備 一直在修別人的設備 那什麼東西是屬於我的 我就想到我那時候喝過地瓜酒 市場上幾乎沒人做 有一個新的市場可以開啟 沒人做的地瓜酒該怎麼開始 邏輯能說全靠自己摸索 砸了百萬買設備買地瓜 鑽研出自己的治酒心得 花了五年時間 經過一百多次的蒸餾測試 在汗水中成功研發出地瓜原酒 沒想到新的難題接踵而來 我在拿到牌上那天醒了說 完了我開了酒廠我事情大了 我要賣誰 我就開始去比如說用陌生拜訪的 自己去拜訪店家 然後希望店家能賣你的酒 其實在拜訪過程中大家都很客氣的 可是一次兩次 等到第三次的時候發酒 就等於是攤開來講 就說你的酒要賣誰 高粱在我這邊一瓶五五百多塊 賣完之後拿去當鋪或賣老酒 人家都會收 你這酒人家要收嗎 我如何要農我酒之前 就是我要努力的地方 八月要出的產品 八月 這次我準備很久 清跑市集和酒枕 是他建立品牌的基礎 只要能和消費者面對面 用地瓜酒值球對決 相信小酒場也能被接受 同時他也開始參加比賽 來提升酒場的能見度 大品牌來講 都靠比賽拿了蠻多獎 而且他們得獎的酒 都蠻多人喜歡的嘛 那我就想我必須靠比賽 所以我就第一次在2019年的時候 把我的酒送去比利時部 這樣比賽 拿到燒州類的銀牌獎 更年我又再得獎 又得到金牌 這些效應呢 正要開始的時候 疫情來了 突如其來的疫情 讓酒場得獎的熱度 一夕全滅了火 酒賣不出去 他甚至連員工的薪水 都付不出來 當初就只有我跟老闆 兩個人一起做而已 然後那個階段的收入真的 公司的收入真的沒有到很好 繼續做這份工作會很辛苦 對 然後就跟老闆討論說 是不是先離開去做其他工作 那時候疫情也到了一個高峰了 然後錢也差不多快用完了 然後收入也還是無法突破 銷售量還是無法突破 因為你的產品總類還是不夠多 公司的存折加起來沒多少錢 剩4千塊吧 如果做不下去我想收掉 這些其實品質都還不差 它這就是在市場上不好賣的 我們把它拿來做加工 應該也是比較有意義 所以這次看能不能做出 就像上次一樣的品質 讓香味要出來 當疫情爆發那時候 水果賣不掉 很多小農 甚至有些比如說 比較高單價 像水蜜桃這些小農都出現了 他說你可不可以把我這些 現在屬於賣不掉 稍微有點瑕疵 水蜜桃把它加工變成酒 來嘗試看能變成產品 就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疫情期間 收到很多蠻多特別的水果 像水蜜桃 水梨 這些都比較高經濟單價的 像是草莓 這些我們就陸續收來釀成酒 那時候生意不算好的情況下 或是說沒有太多收的情況下 反正租金都要付了 我就花點錢買點水果 來做點實驗 不要讓自己鹹在那邊 就做消消水果也是 也是一個療癒的方式吧 除了實驗水果以外 我們用台灣蠻多的一些 香草類的食物 像比如說馬告 或者是海茄冬 或者是大葉田香 這一次的美酒 你把它測看糖度幾度 我們來試看這味道怎麼樣 好 1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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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高耶 世衛機也是轉機 近百種賣不出去的農產品 輾轉來到工廠 經過團隊起力研發 成了忘迪里的好酒 我就決定把我七次產品 送去舊金山比賽 我想說比賽如果不怎麼樣 就熟掉也剛好 最起碼曾經有過紀錄這樣 可是在那一次剛好又得獎的狀況 還算蠻順利的 然後就突然間整個市場上 注意到我們 七支出國比賽的台灣酒全數獲獎 邏輯能從谷底起飛 用在地原物料 持續研發在地純酒 2019年參賽至今 連續六年 在國際烈酒大賽中展露頭角 其中最特別的是 2024年拿下舊金山烈酒大賽金牌的桃園 是酒廠在疫情期 利用桃園拉拉山 滯銷水蜜桃釀造的 第一支統城白蘭蒂 我們做一個陌生種類的 尤其又一個台灣代表性的產品 去比賽得到相當的獎項的時候 其實是會被關注的 從年營收30萬到1600萬 邏輯能靠地瓜酒翻身 現在更積極朝向 和有機地瓜農合作 挑戰用紫育 栗子等不同種類的地瓜製酒 我們自己種有機地瓜 像這種東西 消費者沒有辦法直接使用 那餐廳使用也有限 所以就來想說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加工方式 因為現在在瓜園 或是那種甘薯聯盟 他們有做很多那種餅乾類的東西 但是我就想說 餅乾類的東西已經太多人做了 那我們想要做另外一個方向的跑道 如果說我能夠把地瓜酒這個品項 透過不同的品種的地瓜 不同產地的地瓜 用不同方式呈現出來的不同風味 那消費者就有興趣了 秉持著番薯精神 在釀酒世界落地生根 靠著強韌的生命力主夢 用醉台的地瓜滋味 釀出醉裂的台灣之光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有番薯精神吧 只是我找到一個 我可以一直堅持 然後應該說我賭性堅強吧 我不想就這樣回頭吧 或者說我不想就要放棄 因為其實有時候想想 我如果放棄我會去做兒子就好了 但是我就是不願意屈服於這種感覺 我希望能夠進進國際 把我們的產品 讓外國人能夠了解接受 甚至於把它成為一個代表我們 或代表台灣的一個種類的酒 真的是有夢最美 稍等一會兒來看 兩位成大醫技所畢業的青年級生 研發出可以預防腎臟病初期病患 進入洗腎命運的檢測試劑 他們在疫情期間更提供大量原料給檢測試劑 還獲得國家磐石獎 什麼樣的打拼與研發故事呢 馬上回來 歡迎收看新聞高峰會 台灣的洗腎率高居世界第一 而且每年以8000到9000人的驚人速度 持續成長中 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預防 初期患者不要進入末期 而導致要終身洗腎呢 兩位七年級生成大醫技所的同窗 研發出檢測試劑 可以讓一種名為硫酸銀朵氛的 腎毒素現形 提供給醫師對症下藥 事實上兩位生醫創辦人 在COVID-19期間 就提供檢測試劑的上游原料 供貨量佔了六成 2022年還因此獲得國家磐石獎 2023年營收成長幅度達到125% 年營收破千萬 兩位年輕人如何憑藉熱情與專業 投入抗體開發與免疫生化等技術呢 來看他們的故事 台灣有將近十萬人口 每週得花三天時間來到醫院做血液透析 也就是洗腎 洗腎率台灣高居世界第一 且每年以8到9千人的驚人速度成長中 協議透析雖然能有效延長 末期腎臟病性命 但現在研發出另一款試劑 可以預防第一期腎臟病患者進入末期 也能替末期腎臟病患者 找到更精準的治療 我們腎毒素的檢測試劑 它是一個ELISA的平台 那我們現在就透過這一台自動化的設備 做液體的分柱 這款檢測試劑 專門讓一種名為 硫酸銀朵氛的腎毒素現形 而這類毒素是一種蛋白結合型的尿毒素 它會在慢性腎臟疾病患者身上累積 無法透過血液透析去除 即便在洗腎病患 我們可以清除一些水溶性的毒素 可是目前清不掉 所以這類的尿毒素的檢測 其實對我們臨床上很重要 是因為它其實對我們的 不管是哪個系統 不管是心臟系統 骨骼系 骨骼系統 肌肉系統 免疫系統 甚至連最近比較在討論到 包括神經系統等 其他都有一些很直接的 身體健康的影響 所以去檢測這個方式 檢測這個毒 其實對我們來說 臨床上很重要 偉喬生醫研發的試劑 不僅省前省時 也為腎臟病未來 帶來更多可能性 其實台灣的腎臟病的盛行率 是相對高的 以全球來說 台灣或者是東亞這些國家 那我們覺得 如果有一個很好的檢測方式 然後提供給臨床醫師們 在更早期就有一些 評估的一些資訊的話 其實對於這些腎臟病 它能夠更避免它走到後期 真的需要洗腎 真的需要使用很多的醫療資源 這樣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覺得它在前期 如果有一個好的檢測方式 一個檢測平台 那能夠減少這樣的一個 醫療上面的一個支出 偉喬研發的試劑 一次可做96例檢體 價格是傳統檢測法的五分之一 費用大幅降低後 以每位患者每年進行四次 清蛋白尿毒檢測計算 以目前最低檢測價格 250元估算 將使台灣全年度 約有9000萬元產值 全球產值更上看20億元 因為腎臟病它本身 在台灣的健保支出 長期以來都是數一數二高的 那因為它是一個慢性疾病 所以對病人來講 他終身都必須要承受在 這樣的一個支持性的療法裡面 那到底洗腎了 那這個洗腎 血液透析的過程 為什麼病人最後還是會走向死亡 因為他有病發症 所以在許多的研究裡面 尤其台灣跟日本 他們發現某一類的腎毒素長期 它的檢測是被忽略的 所以在洗腎的前後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這個檢測的 這個標的硫酸銀朵氛 它的變化並不是很大 但是常規我們在做生化檢測 譬如說一般我們做健檢看的 肌肝酸尿素等等 它都是會大幅減少的 因為主要是它這個性質的問題 所以表示說 在很多的新的治療的方法 或是血液透析的這個方法學 如果我們要再針對這個個人做精準的治療 或是方法學的開發 那我們需要更多的工具 來幫助醫師有更好的一個指標 那在第四期第五期身邊的病患 它的重點是 因為這個濃度越高 都已經知道 濃度跟的疾病程度的惡化 會有相關性 它濃度越高的話 不管是心血管疾病的嚴重度 或者是感染的嚴重程度 例如說有些感染就是一定會住院 然後這種住院比例增加 或者是一些甚至像骨質疏鬆 或者是衰老等 這些當它濃度越高 這對比例就越高 所以如果說今天我們在 越後期的病患 我們給它有監測到濃度高的時候 其實我們更可以跟病患說 可能你必須要一個 針對這種蛋白質進結性尿毒素的藥物 去做處理 那這樣不是只有單純說 可能一些三高的治療 或者是一些平血的治療 而是需要針對尿毒素的下降 讓它整體的惡化更更趨緩 所以我想在早期它有預防的角色 在比較後期它有一個治療性的 提供了治療性的角色 它不僅是精準醫療 還是預防醫學的一環 兩位七年級中段班研發者 打開慢性腎臟病治療里程碑 但其實更早之前 在COVID-19疫情期間 他們就是台灣抗體的隱形冠軍 請問還有快篩試劑嗎 抱歉 快篩試劑這兩天全部都賣完了 還記得疫情爆發之際 PCR量能嚴重不足 開放家用快篩試劑引發的搶購潮 其中尾潮生產的原料 就佔了全台六成 那時候我們農曆年後回來 回來公司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要 投入這個產品的相關的開發 包含從原料開始 甚至到檢測試劑的半產品這樣子 對那時候我們大概花了三四個月 其實就有一些原型的產品 Prototype出來 19年的12月的時候 我朋友在大陸 他告訴我們說 我們最近就是有一些疫情很像SARS這樣子 OK然後就是只有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我們就想說這個蔓延的速度好像很快 就是有點失控 然後到春節前的時候 我們發現不大對這個需要檢測 所以我們在春節前 我們就開始就是合成 去合成就是跟SARS-CoV-2相關的一些蛋白的基因 您早上去做實驗 對 莊永君和鄭宥偉腦筋動得快 兩人也是成大醫技所的同窗 2013年拿著500萬創業租下18坪小小實驗室 十年某一見2020年COVID-19爆發 機會留給早就準備好的他們 他們也從小小實驗室 跡身生醫界的領頭羊 有時候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但是剛好就是在爆發的時間點 我們什麼東西都開始一應俱全 我們本來就很清楚我們自己想要的定位 在這個產業裡面 就像剛剛一開始所說的 在原料的開發這個部分 所以在前面幾年大家也不知道 有COVID-19的時候 我們就著重在這些平台的建立跟開發 即使那時候可能或許市場 並沒有特別的有很大的反應 或者是說有很大的需求 但是我們仍然就是著重在剛剛說到的 這一些特異性的原料的開發 或者是一些新隱性的原料的開發 不靠國外進口 偉喬團隊致力研發 MIT的重組蛋白原料 是實驗也加上努力 闖出一片天打造台灣的隱形冠軍 我的圓夢之旅 今天我們看到台籍日本兵 如何在戰火下跨越台日中俄 顛沛流離 成了戰俘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勞改 好不容易回台 卻因為政權更迭 硬是被灌入大牢 另外衣護鐵人照顧參賽者自己也要跑完 真的是最溫暖的陪跑者 補強運動安全網 還有用地瓜 格外品也能量造出烈酒的世界金牌 幫助農民也成就台灣之光 他們都有夢想也非常努力 堅毅更是他們彼此共同的精神 提供給您 期待大家勇於擦亮自己 潛藏在內心的那個夢想 今天非常感謝您收看新聞高峰會 我是陳雅玲 我們再會 感恩 又乾了 我想照顧 很高興 請問